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关于林彪的故事 小编已经介绍了太多态度 其中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讲他如何神勇 似乎打谁都能赢 另一类则是写建国后 他如何可笑 可叹 但是今天却是个例外 咱今儿个要讲的事情 他不光失败了 而且老国都差点被人给人端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别急 您慢慢看就知道了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据大话三十年一书记载 那是三四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正在赶路 国民党用的词语是溃头 而我们则喜欢称为战略转移 话说那一年 我们到了湘西 一个较较山铺的地方 姓蒋的此时是信心满满 想要把我们搞死在这里 于是就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 设置了两道防线 面对这种情况 毛指导只能另寻他图 因为咱们实力太差 硬碰硬只能是死路一条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于是他找来了林 说现在看来我们必须找别的路走 那么就需要一个人垫后 这事儿我想了半天 只有你和你的红衣军团最适合干 那林自然是没一件的 他回去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里有个山头 挺高的 是眼开过 于是就把指挥部设在了这里 然后又在山下设了几道防线 预备着敌人的进攻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 描述很快 将军来了 据史料记载 领头的叫李绝 据说当年打过孙团方 是个打仗的高手 据林彪一书记载 战争一开始 形势就基本一颠倒 小编认为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当时我们的队伍 正在疲于奔命 本来战力就不够 再加上两军实力悬殊 纵然我们的林大天才 有再多的谋略 此时估计也发挥不出来吧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 描述很快 山下的防线被撕开 杏里的军队忽施忽施 往山上扑来 而林彪呢 此时正在急着重新组织防线 压根没注意 有这么一回事儿 幸好 他的警卫颁发 现了情况不对 及时报告给了他 后者立马组织人手抵抗 并将指挥部及时挪到了别地 各位 这场战争鉴于多种史书 虽然细节有所不及 但大致没错 可奇怪的是 关于这个细节 也就是林卫莎没发现自己处于包围之中 当时敌人到底离指挥部有多近 各种史书都没有明确的说法 小编认为 作为一个指挥官 连自己的指挥部暴露在了危险中都没有发现 这是说不过去的 小编只能这样猜测 也许当年他还比较年轻 还不是后来那个战神 当时的他 也许水平没有我们一直以为的那么强吧 又或者说 这里面可能另有隐情 只是目前尚未披露罢了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据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林彪都对此次老窝被端事件耿耿于怀 据有些史书上说 他曾亲口和人讲过 说那是他最失败的一次战斗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我现在只想喝点火 我已经进入图片描述